临近二十大中共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格外的引人关注 上个礼拜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 之后也延伸出一些评论跟揣测 让人揣测的还有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近来频频的露面 其贺信甚至还被天津市政府特别举办研讨会来学习 另外广州官场12月出现的前所未见的人事大异动 仅仅是因为大规模的砍伐荣术 就拔掉了市委书记、市长跟其他几十名高官 都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究竟李克强的经济话语权是否有所上升 现在的中南海的经济决策是否正出现两股力量在拉扯 而这两股力量的分界线是否就是共同富裕呢 进入到2021年之后 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 而多数挑战几乎都是因为习近平错误决策所导致的 这些经济挑战是否会成为习近平的执政难题 甚至是政敌反制的利器呢 彭丽媛为何频繁的露面 广州市委书记跟市长同时被把关 为何会如此呢 这一期的明镜新闻专访邀请到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特聘教授林文成 来为观众解析中共官场近来的风吹草动 林教授 那我们知道说上个礼拜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 那之后也衍生出了一些评论跟揣测 那今天我们就想说来看看这一段时间呢 中共官场他的一些变化 那其实就是在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呢 有一些人海外的媒体他一直是在讨论说李克强 他的经济话语权好像是有一些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降准 中国的这个降准的政策其实也是由李克强来宣布 他在之前跟IMF的总裁讲话的时候就有讲到说 类似的 然后结果隔天立刻就是降准了 所以也有人讨论说李克强最近的经济话语权 好像有一点上升 那对于这一点您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那习近平啊 在掌前以后 本来他就打破了跟总理李克强在这个工作上的分工了 那他成立了一些这个特别的小组嘛 包括前面是那个改革这个领导小组 然后又把李克强的这个财经领导小组的这个组长的位置 把他抢过来 所以一般都认为啊这个习近平是历来 中国的这个总理里面啊权力最小的 那当然你这个您最近提到了 你提到了说最近他的这个 就在这个重要的场合有关经济的讲话不受到的重视了啊 像他的话以前有在这个上升了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了啊 这个大概可以从两个别的这个层面来这个加以分析啦 或者是三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说呃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的呃这个理念的这个不符合啊 就是理念之间的一些矛盾以及两个人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矛盾啊 呃是总统所说的接触的 但过去尤其是在第一任那样的话 这个李克强对于呃他能不能继续连任 这个所以他是这个还是要自己尊重这个呃 呃习近平 那这个呃第二任这个呃 离第二任结束之前呃他是不是这个呃 还是期望就是说呃到了二十代以后 他还是能够继续啊呃留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也是转他那个跑道 比如说呃可能跟栗战士啊 或是谁来这个对调了哈 或是如果还有这种期望 他就不会去挑战这个习近平 那如果他最近这个这个平平的这个漏面了 而且发表重要的讲话 而且这讲话跟习近平是不对口不对谈的 那就表示他或是去了啊 或是去了 反正我已经都没有了 我要为我的历史定位 所以我要对我的这个经济的理念 这个呃未呃未来的这个历史啊 留下这个证据 所以他既然获出去了 他就敢发表跟呃习近平这个呃 不不相容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呃 为历史留下这种证据 好这是对于从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讲的 第二个的就是说啊 中国的经济从中国的经济的左向 呃今年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够按照疫情的 呃因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呃李克强在这个对全国人大提出 施政报告的时候 预期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力是要高达到百分之六点八了 那这个呃前三季看起来这个呃除非第四季大爆发 不然今年的这个经济啊 呃达到疫情成长百分之六点八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因为前两季的平均这个成长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点三啊 那第三季因着缺电的关系啊 他的这个经济成长力是只有百分之四点九 换句话说这个到时候又是没办法达到这个疫情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 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这个呃如果要追究这个责任的话 那是不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 呃把人家的经济的潜力都把抢过来的时候啊 那你要负这个责任 还是要有李克强这个实际负责的这个主请的人来这个负责任啊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也愿意让这个李克强在经济这一方面好像他的坏钱上升 那这可能是为了就是说今年没办法达到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要找一个代罪的羔羊 那这代罪的羔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李克强啊 这个时候可以从第二这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了 第三个这个就可能就是说 呃李克强跟这个习近平各有异议一般的这个人马 那这个人马这个现在已经进入短兵交界的这个阶段 因为明年就已经要召开二十大 这个潜力的这个分配这一方面啊 这个如何去决定啊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时刻 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李克强在有一股力量之声差的这个情况下 可能逼迫这个习近平啊要做一些妥协啊 让这个李克强在经济上有更多的作坏钱 呃所以从这些我们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来分析这个问题 那从这个三个角度来分析同样这个问题 都代表习近平现在可能这个面临的一些比较对他不利的这个情况啊 我们可以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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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角度 一连三次就是说了说中国接下来可能就是 现在的中南海好像正出现两股力量在拉扯 这首先要去决定什么叫改革了 因为改革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个对这个前面是好的 改革也可能会伤到一些人的这个既得利益嘛 呃这个一二十年的这个红利出货了啊 呃加入WTO的这个呃有的的因素已经慢慢在消失 那慢慢在消失你要找到新的动能 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的话 有一些体制上的呃这个限制啊就是要去破词 呃所以当然是需要进行一些进行一些改革 那这个改革当然要怎么样去改革 这个呃已经这个快要死去沉沉了 或是已经这个经济这个趋势缓慢下来的 这个这样一个体制的话 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看法 哦比如说当年这个1980年代 如何去改革中国的经济 邓小平跟陈寅的看法也不一样啦 那邓小平这个呃是希望能够大胆的去突破一些呃这个限制的 那这个陈寅叫做鸟龙经济啦 哇他必须要在控制界下来做一些改革 所以两个人的理念本来就是不一样 呃这个那如果就从这个这个呃把他放到今天来看呃 呃习近平这个队怎么样去改革经济 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一些他的幕僚 包括刘鹤在内在帮助他 但李克强是经济科班出身的啊 他可他可能是这个队 而且他实际的去这个呃 要执行这个经济政策他这个可以有第一手资料 实际的这个这个资料 知道中国的经济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比如说呃呃 习近平这个呃希望能够国国进民退啊 啊就是这个这个壮大这个国有企业 但是从李克强的角度来讲 这个私人的企业私有的企业 然后才能够呃充满这个活力啦 这个本来就不一样啦 那你这个习近平的很多时候早言你是政治的考量 所以他可以自太平为了宣传的这个目的 为了这个就是赢得 或者这个行送一个形象到老百姓来支持他 使自己的这个个人崇拜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可是李克强实际的这个经济的工作 他就知道多少人还是没有饭吃啊 多少人还是这个平均国民所得是在一千块钱的这个以下啦 那就是实际上的一个这个他所掌控的个资料啦 所以他讲出来当然是从这个非常实际上的这个资料去讲 所以两个人的出发点本来就是不一样 李克强或者这个这个或者做一个家庭主婦 柴米油烟酱事长他都知道 那切碎什么他都不知道 李克强这个习近平这个着重的是政治的目的 两个人的这个目的本来就是不一样 那这个习近平的经济改革也必然伤到很多人的这个实际的经济利益嘛 也是一定必然会有很多人是不满 所以你把它讲了说这个是实际上有两股力量彼此在这边拉扯 而且这个矛盾可能会这个逐步的一个上升 我想我们你可以朝这个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也是这个这个一个市值啦 我觉得这个这个也无可或非啦 是那其实就呃现实一些迹象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说确实进入到2021年之后 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是遭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 像是媒家暴涨引发的电荒啦 航运延误啦 跟房地产行业的一些债务危机啦 甚至还有他们针对大型高科技公司 还有互联网平台推出的一些比较严厉的监管跟打压的措施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 这一些挑战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决策造成的 像是电荒就是因为能耗双控嘛 那航运延误是因为疫情要清零 那监管打压高科技公司也是为了要反垄断 所以我想请教的是 习近平这个错误决策导致的经济挑战 会不会成为他的执政难题 或者是二十大的难题 甚至是政敌来反制的利器呢 这个我想啊 就到要看啦 就是说到时候会造成多大的灵验 因为这个我们过去也谈过了 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的正当性啊 到现在为止就是靠的是 就是说我的表现非常好 我这个提升人民的这个平均的所得 我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 我经济搞得很好 这个变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因素来支持它的统治的正当性 那可是经济又不断地是个下措 当然这个郭小姐刚才讲了 这个有一些这个专家意测 这个中国的经济的成长会多好多好了 那这个看你什么时间去意测 这个李克强在三月份提出的这个报告里面 预测6.8% 百分之6.8%的经济成长力 可是他那时候可能意估这个疫情的这个掌控 啊 是非常的好的 可是后来疫情的掌控并不见得 这个那么的这个影响 啊 到现在还是有这个一些的这个疫情的这个爆发 另外的你也没有这个预估到就是说 这个第三季的时候缺电会那么严重啊 缺电力的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区业啊 这个受到这个影响 生产受到这个影响 这些都是没办法 没有事先去这个预估到的了 所以当然就是说 以现在来讲啊 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会强调 这个2021年啊 或是2020年啊 这个他前面达到他这个 所谓第一个百人的目标就是 是所谓的这种前面脱贫嘛 啊 前面脱贫事实上 这个是不可能的 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前面脱贫啊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个 呃 这个勉强或是这个 用先船来说 我已经达到前面脱贫了 中国已经没有穷人了 就是粉饰太平嘛 那粉饰太平就是为了这个政治的目的嘛 可是老百姓到底生活好不好 这是一个老百姓这个志愚啊 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实际的这感受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呃呃 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的这个衰退啊 一定对习近平的这个呃 就领导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有所影响嘛 那这个过去啊这个习近平为了要 就是说换句话说 呃以到现在的这个情形来讲 你经济衰退的时候破了哈 那你的这个民怨可能会上升 那你民怨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就是 中国共产党这个形象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这个习 呃习近平他们刻刻刻刻刻意的去这个 这个拉抬这个爱国主义啊 包括就是说呃南京大屠杀 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呃 重要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纪念的这个日子的哈 这个都是在拉抬这个爱国的心 呃啊拉抬这个呃这个这个民族主义的哈 呃因为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因素来拉抬他的统治正当性啊 那这个这个因素就是爱国主义或是民族主义的哈 这也就是呃就是呃呃这个主义刚才讲啊 经济衰退事实上是会影响到这个习近平 因为你在你的领导之下 你又把人家的经济的决策钱把它这个拿过来 所以经济的发展好不好啊 都跟你习近平是有关系的 所以那经济这个呃衰退当然会影响到呃 习近平明年的这个呃就是呃 顺利这个呃这个连任第三任的呃 这个成为一个比较可能负面的呃的一个因素 是那除了经济之外呢也可以看到说最近就是中共的官场上面 地方啊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他们其实也有一些人事的异动 我觉得这呃跟经济当然是一个关系 但是看这些人事异动应该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想要跟林教授你来讨论的一个是呃 呃有关于中国的第一夫人就是彭丽媛 他最近就是很频繁的露面 那就是像呃前天前天中共他举行全国的文代会 那习近平有发表讲话 那外界都认为说他是要效法毛泽东来抓紧文艺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说彭丽媛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歌唱家 所以呢他在央视的报导当中也特别的露出了彭丽媛 他穿军装在台下听讲的照片 那引发了彭丽媛要参政的猜测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测应该是跟一个月之前 彭丽媛那时候他发了贺信给一个那个美国朱利亚学院 他就是来上海也是创立一个学院 那他发贺信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是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天津市政府还特别举办了一个研讨会 说要来学习彭丽媛的贺信精神 这其实也让人家感到蛮困惑 他就是一个第一夫人 但是地方官员却要来学习他的精神 所以就是开始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说 他是不是要参政啊 甚至还有评论说 彭丽媛是不是成了习近平的将亲 那对这一些现象您怎么看呢 这个刚才这个郭小姐讲的并不是在上海了 这个朱利亚学院是在天津 天津对 所以天津的是这个市委 李鸿忠这个拍马屁 可以可以这个理解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彭丽媛他这个过去都是陪着习近平到国外去访问 但是因为最近这一两年习近平都没有出国访问 所以彭丽媛公开亮相的机会比较少一点 那最近这个平平的这个露面 他在中国最近的一些的场合 他都公开的露面 而且这个成立这个 就天津的朱利亚学院的时候 他还写了一个祝贺信 才导致说 这个李鸿忠 这个天津的市委书记 说要去学习这个彭丽媛的这个贺信的这个精神 那这个 当然你说要学习 也这个彭丽媛的这个贺信的精神 会让人家毛骨悚然 我就是觉得起西米疙瘩了 因为这个是过去很少见的 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中国人对于这个 就是 这个内功干政 从这个过去历代 都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反感 包括慈禧太后 等等这些的 江青的这个 这个强势的干政 都给人家非常大的反感 所以彭丽媛 彭丽媛的这个事件 这个 就要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个是 是彭丽媛主动的 还是就是 这个习近平去 这个 鼓励他这样做 这个 两个这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 出发点的话 会使这个 他的平平落面的这个 事件 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 如果是这个 彭丽媛非常主动的 那就表示他有个人的这个 潜力的企图心 那他就可能 立了一个江青 那 以这个 江青那么强势 毛泽东那时候就已经 再来警告江青 他说 我死掉之前 没有人感动你 但是我死掉以后 你如果还是这样子 就不知节识的话了 你的下场会非常的 这个糟糕 那所以 这个 以毛泽东 对江青的这个了解 那江青到最后 是下场 非常糟糕 那这个是因为 江青充满了 这个权利益 那今天如果 彭丽媛 本身是充满了 权利益的话了 他就会有 未来这个下场 可能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江青 因为大家对江青的这个 中国大陆的人 对江青的印象 是坏到了极点 那这个再加上 这是反对这个 内功的干政 这个会使彭丽媛 未来 这个其实是 对他来讲 是这个历史 或是他的未来 是不好的 那如果第二个 这个出发点 就是说习近平 去鼓励彭丽媛 这样做的话 因为这个 他们两个人 是在1987年9月 一日结婚的 那彭丽媛那时候 已经非常有名了 他已经得到 很多的这个 这个奖项了 是一个全国知名度 非常高的一个歌唱家了 那习近平那时候 是这个 厦门的这个 副市长 政绩不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 大家称呼他 都是彭丽媛的先生 所以以这个 彭丽媛的 这个被塑造的 这个形象 是相当的好的 那这个 这个习近平如果现在 积极地鼓励 这个彭丽 来公开的露面 来这个 这个 就是提升 他的这个曝光力的话 那会 如果是习近平主动的 我们可以想说 习近平现在 这个所面临的 内部的挑战 已经是非常高的 高到他 他要应用这个细节 要应用这个细节 派一派这个 这个彭丽媛 这个高知名 中国人民 这 中的好的形象 来为他的加分 这个角度来看 那就表示 习近平所面临的 这个挑战 是非常的正高了 那我理念相信 是第二个方面 就是习近平 他面临的一些挑战 他必须要依靠 彭丽媛的 这个好的形象 其全国的知名度 来帮他的这个加分 来这个提升他 进行全力多增 或是克服这个 他所面临的困难的 一些力量 那如果说 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如果说是习近平 他鼓励的 那其实这 就您刚刚的回答来讲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 显招呢 如果说 习近平鼓励彭 彭丽媛多出来 来为他加分 那就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民 他们其实对 江青的那个 观感不是很好 那如果说 太过度的曝光的话 是不是又会勾起 就是一些 对江青的一些联想 然后对习近平来讲 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说 这会不会对 习近平来讲 也是一个显招呢 对这个 当然可以这样讲 就是因为大家 对江青的这种 科版人的印象 就是觉得是一个 非常有野心的一个人 而且这个彭丽媛跟这个江青的背景 还有点一样 就是说江青是一个演员 彭丽媛是一个歌唱家 同样是文艺界的这个人事 而且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让老百姓觉得就是 另外又是另外一个江青 又是另外一个 有野心的这个 这个女人的话 那当然对这个 彭丽媛来讲本身的未来 就会是一个造成非常负面的 这个不好的这个 这个形象 那如果在这样的形象 能够进一步的发酵 当然对习近平来讲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风险 也是一个这个 就是未来要共同承担的 因为他们是夫妻嘛 这个彭丽媛如果这个 让中国到大陆老百姓不 这个就是这个不满 或是反感的话了 那当然也就是这个 习近平必须要 盖瓜的这个承受了 那我觉得是应该是习近平 鼓励彭丽媛这样做的 因为以习近平 已经变成这么样的一个强人 他的太太彭丽媛要做一些事情 没有经过他的这个习客 彭丽媛这个绝对不敢 这个就是轻挤妄动 以这个过去当然是彭丽媛是强势 可是现在习近平是高度的这个强势 所以我觉得这个彭丽媛的这些是 这个声音跟动作一定是有习近平的受益在内 是好那最后想要再请教林教授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广州的官场 他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动荡 就是说在我看一下 在之前的官方通报里面 就是有因为就是大规模砍伐城市树木 就是好像是一堆老龙树 然后对十名官员失职追责 对然后这十个官员 其实关节都不算小哦 然后在这之前的12月3号 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实名官员 大概是13号的事 那在这之前的12月3号 广州市委书记跟市长 市委书记跟市长同一天被裁换 那根据那个新岛日报的报道 也是跟大批老龙树被砍罚有关 那这样子的人事陈处不管在哪里 不管是在中国 在台湾 在美国 我相信这样子的人事陈处都相当的不正常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应该是事出有因 或者是事出他因就是应该还是有别的的原因 不光只是因为老龙树被砍 那如果就这个观点来看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想这个可以从几个层面来了解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以在非常骄傲的就是 或者是这个感到自豪的就是 他长成以后 他这个决心去整治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境生态 所以他的这个习近平的理念里面有包括 青山沥水就是金山银山嘛 那这个就包括就是说你要立化 那你要立化 你要整治这个生态环境 你要这个降低这个污染嘛 那习近平的这个重点 整治污染改善环境 保护环境 那本来就要多重视 你现在去砍 拿了荣市 砍市 砍了几千颗了 那这个 我也看到这个报导说 这个事情 报告中央有人 去打小报告嘛 所以习近平是非常震怒 认为是肆怒 疑传致死 讲了十二个字 那习近平这个如表态的话 那当然广东的省委司机 必须就是要揣摩这个上意嘛 那这个广东的这个省委书记 是李希 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大将嘛 那这个老板已经震怒了 那你当然要 要这个 承执一些人员 以保住自己的这个官位嘛 因为刚才这个郭小姐也讲过了 那我们过去的节目上也讲过 今年到零年 是地方的人事 这个大调动的这个时期 李希现在已经是政治局的这个威延 他能不能保住 或是他能不能更上一层楼 当然只有看他的这个表现 所以这个在习近平 如果真的已经生气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 在尽快的时间内 就是要承执一些人 第二个 这个就是说 广东跟这个习近平是有奄言的 对于奄言 这个习近平是 这个这个陕西人 但是不要忘了 他的父亲 他可以说 也会被成为这个红二代 他是他的父亲 是习仲心 习仲心 我们讲过在1962年 这个刘志丹的这个文字役 这个被整治 有到1978年复出以后 这个他复出以后 担任的第一个重要的位置是什么 就广东的省委司纪 那广东的省委司纪 这个的时候 这个他这个在这个广东 自己中了一颗 这个纪念性的事 就是荣事 他这个中的这一颗是 那你这个 他中的这一颗是 这个而且习近平 还讲过好几次的话 关于荣事的话 都是说要都要做 都做种荣事嘛 对荣事的怀念 让他想到他的这个父亲嘛 这么有情感的这个方法 你今天去砍他的这个荣事 那这样子这个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可以不可以解释 那你今天就是 这个故意找我麻烦嘛 我讲过那么多 要做种荣事 你今天去砍荣事的事 你是不是跟我做对 习近平来 往更坏的方式去讲 重荣你这样 受益你这样子 来挑战我的这个潜威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那他呢 他更加要去这个震怒了 我想这个就是说 这个广州的这个市委诗迹 广州的这些人 没有联想到那么远 他们可能从这个 经济出发的角度来讲 因为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发展 本来有时候跟生态文静 会造成一些矛盾 那我地方的观念 我广州的这个观念 经济的发展 这个对于我的经济 这个建设包括造桥铺路 造成影响 我希望能把它移除 我把它砍掉 他也没想到说会 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获果 甚至我想说 广州的这十个观念 因此调关他们的 可能到现在为止 都觉得非常的对焉亡 那当然就是 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官态 官场的这个生态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揣摩这个上意 李希揣摩上意 然后习近平 把他把这个广东 当成他的故乡 然后他的这个施政的理念 这个维护这个生态环境 就是这两点关键 广州的这些人 个人掉了关 掉了鬼了 是那就像刚刚林教授讲的 其实在二十大之前 任何的风吹草动 我们其实都还是要注意 不管是经济啊 或者是这些地方人士 我想就是对于这一些 对于我们这些 关注中国发展的 一些人可能还是要特别的 去关注这两个点 那今天要谢谢林教授 来接受我们访问 对就是说在二十大之前 尤其包括广州的这个关联 十个关联 调关内这种事情 会使地方的关联 在二十大之前 要么民者保身 要么就是谨小顺略 他们担心动辄得救 他们希望在二十大之前 能够尽量少犯错 那这可能到最后 都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一些资政的执行 以及这个甚至 造成这个关联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怠惰 因为我做不错嘛 这可能真的到最后 对经济的这个发展 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是好那其实在二十大之前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 多多的来关注这些事情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 可能去推敲二十大的 一些进一步的发展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